我要穿短褲 我要穿短褲 電影片段裡 學生為了爭取穿短褲的權益 集體在操場抗議 沒想到在現實生活中 也上演了這樣的場景 台中女中2號上午女學生 趁著升旗的時候 在老師跟教官面前 集體脫掉制服裙子 露出運動服跟短褲 高喊口號 表達她們想要穿短褲的訴求 原來校規要求學生 不可以穿短褲進出校門 引發學生不滿 也凸顯了傳統高中女校 一直以來的短褲爭議 影片放上網 引發網友一片討論 有人認為台灣這麼熱 不穿短褲短裙 根本就是綁小腳的延伸 也有網友說 應該要早一天一起脫 來個北中男大串聯 去問教官 他們都會說一些理由 然後學生就不能接受 就是這樣就方便 不然好像都學校換成 就只能擠廁所 對啊 這樣就很不方便 那我們現在就是讓 有成立小組然後開會 這個開會的機制 是一直以來都有的 所以學生應該對這個機制 也非常的熟悉 對此消防表示 有關校服的問題 還有帶學校跟學生 一起開會討論 會尊重學生 想穿短褲的意願 而台中女中學生 打破校規 向傳統勇敢抗爭 也讓不少網友讚嘆 學生更有獨立自主的想法了 記者 李鵬長 黃總盈 台中報導 好 好 好